《徒牛刀》 跑丁手中握着一把徒牛刀 你我手中也握有一项专业 世人看专业就只是专业 无关乎心未必有德 有时金秋才叱咤风云 着落众人 来春便客药潦倒 英才早逝 徒留遗憾唏嘘 庄子看待专业 却是心、身能力的具体延伸 既然主张反本全真 以凝定心神磅礴真气为生命的核心追求 则体魄所寄遇的职业 便成为简式验证心身造劲的最佳使金石 于是跑丁手上的刀不只是刀 是心力所及 在职业生涯中折损的也不只是器械 更是失去平和的心神 是过度燃烧的肝 刀子折损了可以丢弃再买 伤透的心呢 再也无法康复的身体呢 遇见庄子 选择一个允许身、心、与之同步成长、茁壮的专业 成一个掌握忌中之道、爱养道中之心的职人 跑丁解牛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患 就一个人很会看牛嘛 对不对 就不用说一句话就交代了 就不用念了 那我们来说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其实跑丁解牛这一段也算是我 花比较多的时间才能彻底掌握的一段 跑丁的手上握有一把刀 不是屠龙刀是屠牛刀 而你我手中呢 不管是今天或明天 也都会拥有一项专业 可是当代人我们看待专业 就只是专业 他无关乎心灵的 未必有什么德性的 所以有时候今年的秋天 我们在电视上天天跟他见面 觉得他叱咋风云逐落众人 可是来春呢 我们就看到他刻要潦倒 或者英才早逝的消息 我在台大的学生念电机学院的人 很多人心目中有一个台湾人的偶像 叫温室人 我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老师 我们将来如果能跟他一样杰出 我们希望做很大的事业之余 我们能够捐资来帮助台湾的科学教育 还有译文活动 非常好 可是他的偶像居然在55岁那年就过世了 有时候就英才早逝了 或者你们心目中的神吧 那你们不只是英雄了 Jobs 对不对 贾伯斯他做到iPhone4s就过了 假使他今天少喝点咖啡 没得披上癌 我要说的是 如果Jobs能活到90岁 哇 那一年出品的iPhone 70还80 那何等精彩啊 各位同学 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一定很精彩 可惜了 可是呢 庄子看待专业跟当代眼光不一样 他看专业是一个新生能力的具体延伸 这跟我们传统的儒家或传统的文学非常地相似 文学家非常地相似 那庄子的价值观既然主张反本全真 他是以凝定心神磅礴真气回生命的核心追求 那么他的体魄所寄托的职业 再怎么修练也要吃饭才能活呀 那谁给你有饭吃就你的工作嘛 这个职业就成为他检视验证 新生造进的最佳式精神 因为你从你的职业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成长 你看到你体到你的成长跟你的技术的成长 是不是同步嚣张 所以我们说庄丁解牛他手上的刀不只是刀了 是他心力所及 你们学生使用电脑 你的电脑多久会挂啊 一台电脑你可以用三年以上的举手 你们都跟我一样勤俭 可以用六年以上的少数人 可是你知道吗 在职业生涯中 折损的绝对不只是你的电脑 你的器械 常常是你失去平和的心神 是你过度燃烧的干 就用你们的语言啊 刀子折损电脑坏了可以丢弃再买 可是伤透的心呢 再也无法康复的身体呢 各位同学很多病他是会好的 可是有些病 他好不了 所以不要让自己走上那个好不了的那条路 一定要能回头一定要能恢复啊 我觉得我们遇见庄子 我们去吃烤鸭看别人什么去烤鸭 这鸭怎么可以变成这样 我们看到神乌奇迹 我们都非常的赞叹 其实每个技术都有他要掌握的道 我们就去选择一个能够 掌养我们身心的记忆 一个专业 然后去掌握那个记忆需要的专业能力 然后在你掌握的记忆之道里面 来爱养道中之心 就在那个职业里面爱养你的心身 让你的一生跟你的专业能力同步成长 我想这点对你们不陌生了 因为有一个奇怪的民族 他虽然对中国不太友善 但他非常珍惜中国文化叫日本人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看过不管是中华一番 或是烘培王 或是阴木花道 你都了解什么叫做记忆心 连哥前两年招青龙 几个相扑选手 不要嫌他胖 后到台湾来演出 海报上只有三个字 记忆心 我一次看到这样的日本人 我都觉得太容易得到一个文化的珍水了 让我们珍惜自己的文化吧 袍丁解牛 袍丁为文慧君解牛 一个叫丁的厨子 到文慧君月前表演杀牛的技术 你们知道所有的好看的表演 军王都要看一眼 对不对 日前演出嘛 手之所处 他手一摸这个肌理骨骼 肩之所以 他肩膀怎么倚着扭体 足之所捋 他脚怎么踩踏 膝之所以 这椅是靠住 这膝盖要怎么样抵住 哎呀 无不展现最到位的姿势 这是我们听到的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你们的年龄应该没有买过布吧 去布店买过布的举手 就在现代人是个稀有的经验了 迪化街上去走走 大稻城台北的发源地 对不对 你去布店买布 他们通常不会用剪刀像剪到底 对不对 他们轻轻一剪 哨 就剪开了 我小时候做家政觉得这 哨好过瘾啊 我回到家买一块布 故意多买一点 剪一点哨 结果就往前进 那夺手链才能爽 杀牛一样 跟剪布一样 他就不断发出 霍霍霍的声音 但这是个众生字 对不起原谅我没杀过牛 我不知道那个肉掉落 是不真的霍霍霍的声音 刨丁解牛 他说牛肉掉落的声音 就是霍霍霍就对了 揍刀豁然 这个揍是劲 你每劲一次刀 就听到那个哗哗哗的声音 我都忍不住要说刷刷刷 这可能是我对于那个声音的撞声 跟这个古人不一样 莫不重音 没有一次发出的声音 没有踩在节拍上 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可怕了吧 我有一次看到什么达人秀 我看到舞技平平吗 怎么可以上中国达人秀呢 这个看不得了 因为他跳舞的同时 他脚底有沾这个漆的 你懂吧 他一直舞跳完 是在地板上踩出一个字 这就是演出了 你懂吗 所以呢 他现在沙牛的演出 为什么君王要看呢 懂啊 因为他是每一个摔摔摔摔 都踩在节拍上 当然不是你们熟悉的R&B了 他是合于桑林之物 能对得上商汤时代的乐曲 桑林 能对得上尧顺时代的乐曲 精手 哎那也不得了 对不对 居然沙牛还能和节拍这么有韵律感啊 难怪君王听了开心 这君王就说溪 这个溪不是你们讲溪的意思啊 这个溪是李白的依须溪 唯乎高哉 数到之难 难于上青天 这溪是泰探 啊 善哉 太好了 太了不起了 既和之此乎 这个和我面带嘛 小了一个草字头不就是和吗 和壁的和吗 古人的字都叫简介字 你们知道吧 好 你们的字叫错字 这个字呢 就是少调草字头那个字 就是如何啊 你的技术怎能到达这样的境界啊 我们看庞丁怎么回答 庞丁是刀对约 庞丁把刀一放 就回答溪惠君了 你看为什么要写先刀一放 其实是对这个刀的珍惜 所以是要收得妥妥贴贴的 他说 臣之所好者道也 道这个字 对于中华文化是有非常特殊的意涵 我们每一个记忆背后都有一个道 我们人生追求的也是一个道 儒家有儒家的道 庄子有庄子的道 那表示东方文化非常重视一个能辩极于任何事物背后的道理 那叫道 也许是太极 有月印万川的意思哦 他说不要看我一个杀牛的人 我喜欢的我热衷追求的就是道 对于道的体悟我希望能够不断进展 近乎记忆 而对我对于道的了解 与进步 因为当然他今天是庄子嘛 这部书 就他的道当然是庄子之道了 就他感受到他的念力越来越清明 他的身体越来越清零 他对道的体现呢 表现在他的技术里 使得他的技术也跟着不断生进了 是臣之解牛之时 话说回头 十九年前我开始杀牛的时候 我看到牛 哎呀跟我们看到的一样 追求牛嘛 如果今天叫你我去杀牛 谁看的不是这样啊 可是三年之后 那不一样了 未常见全牛 也这个图你们也很熟悉 你们去烧热店 烧热店会告诉你 什么是牛的一板肉 什么是横隔膜 什么是牛小排 对不对 哪一块是哪一块 过了三年他一看 哎就是这个部位 接下去就对了 他看到非常多的局部 局部与局部的不同 他看的非常仔细 要怎么知解分的非常清楚 未常见全牛也 他不会就看到一只傻傻的牛了啊 但是十九年后 各位同学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我去学习太极拳 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要记得 这个起势啊 这个手掌本来手肘 要怎么样左右翻 这手提起来提到多高的时候 你的手腕骨要跟你的肩膀一样高 然后收进来的时候 要收到不能再再进来 可是也不能太用力 他垂下来 让你的手指要不动 好像有人抓着 要慢慢的放 哎各位同学 太复杂了吧 对就是这么复杂 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 你会非常动脑筋去看 手到哪儿了 手到哪儿了 当然这是初学者嘛 等到你熟练了 你练过一百回了 一千回了 一万回 两万回 三万回了 那你打拳根本就是一种 本能反应了吧 对不对 你什么都不想 你开始就这样打了 方经之时 一样的十九年后 臣以神域而不以目视 我只要凭借我的精神 去感知牛体 我不再需要靠眼睛看了 我记得我刚刚也学拳的时候 我问我爹 爸 我在房间弄个镜子怎么样 我每天看着镜子 都知道我手高的不行 以前的老师都很好 都不会告诉你为什么 叫你要自己去悟 你懂吧 你寻耳目的一通 你看什么镜子 你懂吧 当然不用看镜子 所以就跟西方的舞蹈教室不一样 你什么聚力都在里面 你可能闭着眼睛打 根本不看外面的哦 所以他最后很熟练了 他能用精神去感知牛体 所以我怎么打拳的过程 就是在感觉我的手是不是消失了 我是不是感觉没有感觉到手的存在 嘿 怎么今天还有肩膀 那肩膀不放松 再放松一点 就是这样 用精神去感知牛体 不行是人体啊 而不再需要凭借双眼去看高度到哪里 也不再用感官去接收官 智 指 什么叫智 停止大脑的思考 整个列群的过程 你看怎么样让你的念头减到最少 你最后只感受到 只有你的呼吸跟你的注意力同时存在 官之指而神域行 一切都内化成精神的本能反应 无需思虑 就能自然而然施展 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太极圈 那其他的我都还要看眼睛 我现在也要看着眼睛炒菜啊 现在同学知道我很喜欢炒菜 我还没有到料理鼠王的境界 这样就可以还不行 所以我只能举这例子 但是我想你们熟悉一些活动的同学 你又想哎呀这跟我什么时候一样 依乎天理 每一件事有每件事的天理 你学习久了你觉得有何难栽 可是伸手就不一样嘛 每次有人跟我说 我那天约了朋友 他说我下一趟从法国回来 我要到你家跟你学做菜 你要教我一样最简单的吧 我回答以后 我就想到底什么是最简单的一道 后来我知道了 最简单的就是最需要的 因为需要的你常做就是最简单的 所以他下次来我家 我打算只教他一道菜 那道菜没有名字 只有做法叫做煎 我要在那天教为他煎 这个世界你会遇到的食材 你只要会煎蛋 你就会煎豆腐 我会煎豆腐就会煎鱼 会煎鱼就会煎牛排 会煎牛排就会煎猪排 因为道理都一样 很简单非常简单 一小时以你们的宗旨名才制 四十分钟后就跟我都一样了 一无天理就很简单 包括煎牛也不难哦 可能不用十九年哦 十九个月可能就可以了 批大戏 这个批是急 你要砍哪里 抱歉我又要讲到做菜了 有一次我学生来我家 我说做些菜吧 做什么做鸡腿吧 烤鸡腿 人这么多 每个人分小块一点 不要吃太多啊 老制的食材要好好珍惜 我就叫一个男生 你们常做实验 这个切切哥哥的 应该不陌生来帮我把这些鸡腿拿去砍一砍 每个鸡腿砍成三截 应该叫它砍成两截的 砍成三截 他们就搞出很可怕的声音 我一边听一边想着 我心爱的德国菜刀 不知道命运如何 等一下会不会是缺了一脚什么的 各位同学 他们是足袍啊 如果你会砍的人 批大戏 每一刀都是尽到缝隙 你会去缝隙很大 如果你很熟悉 反个地方就砍 就拆解了 导大款 引导到这个刀子到哪里 这个款是空 空空的没有骨头的地方 阴其固然 甚至它本来的机理 在这种情况下呢 知今恳庆之未尝不得了 它不只没有砍到恳庆 什么叫恳庆 骨头跟筋肉连结的地方 都不会砍到 连筋络经过的地方 不会砍到 这太高级了 筋络这可能我会觉得难点啊 而况大孤乎 这不要讲大骨头了 你知道大孤乎在古人指上哪里 膝盖跟脚踝 怎么可能砍到这种地方呢 那是低手才会砍到的地方 所以啊所以 好的厨子 凉刨碎根刀 大概一年换一把刀吧 那像我们叫节俭的人 刀子是绝对不换 每一把刀用到死的 所以就是一年好好磨一次吧 磨一次刀吧 割眼 为什么 因为我只知道怎么样切割的基本方法 我又不是刨钉对不对 可是有一种人比我还逊 更少做家事 普通的厨子 他一个月就要换一把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只会劈砍 就像我的学生 我们把刀 如果借它 应该不用再回来了 逗吧 过两天就我缺脚 那不能用了 因为他折损了刀具 可是刨钉啊 精神之刀十九年矣 所结束千牛矣 杀不上千头牛了 而刀刃若心发于形 他的刀子 还像刚从磨刀石上 磨好一样 完好如心 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这个有多困难吗 去年你们郑雅云学姐修我的课 他们家开餐厅 他说老师 我上刨钉体重这一课 上完这一顿 他想干嘛来找我 他说我妈妈开了餐厅 以前找了个日本厨子 厨子好珍惜他的刀 每天晚上都要好好的琢磨 然后有一把刀特别心爱 老师让刀这么的短 可是日本老厨师告诉他 这把刀本来这么长 他跟了我几十年 现在剩下这么短 现在非常的心爱 各位同学 你们现在知道 刨钉多厉害了吧 他这把用了十九年的刀 没有变短呢 他还像当年刚从磨刀石上磨好一样 神乎奇迹啊 完好如心啊 为什么能办到 他说比截者有剑 骨头跟骨头之间一定有缝隙 而刀刃者无厚 可是相较于这些空隙呢 刀刃不算厚耶 以无厚住有剑 把不厚的刀刃借住 有间隔的骨头缝隙 挥挥呼 哎呀好宽广啊 细于游刃必有余地 你的刀刃在挥动是一定有余地的 各位同学 假设现在讲的 你这时忘掉牛跟刀的故事 想想我们在生活中 是什么事情让你心情不好 你生病 生一个你不太能接受的病 或者你的友情病了 你觉得这个人这么了解你 怎么可以讲这么伤你 这么不了解你的话呢 或者你们最不想面对的 你的爱情变掉了 你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这些会让我们非常苦恼的 让我们的心很纠缠 心情很不好的事情 其实讲的好像就是 这把刀一定会碰到很多骨头 跟筋肉交结的地方 这是我们的心很难全心而退 什么叫全心而退 这几年台湾的电视不是那么好看 有一种节目非常的盛行 叫谈话性节目 最近谈话性节目 好像只剩下政论型节目了 比较多 以前还会找一些明星来 聊聊她的过往 谈话性节目会有很多女星 领通告费的同时 我觉得非常残忍 她会向你揭示她心灵的千疮百孔 她怎么样遇人不熟 怎么样伤心啊 怎么样失眠啊 怎么样怎么样 讲多种事情 在那个脉络下 你会体会到 你们现在太年轻了 也许太幸福了 你会提到 你会感受到一个人的心灵 人到中年或老年 要维持像世子一般的 其实世界真是美好啊 其实并不容易 可是它的难处不在于 你的人生是不是顺遂或者波折 是在于你们学会这个技术 你一旦学会庄子这个技术 考验来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谨慎 你知道 那个让我最容易生气的人 又靠近我了 赶快注意力放好 山根还是印堂 还是丹田雪一个 然后把注意力钉死在那里 然后带着微笑跟她说话 你会发现 她竟然怎么一样讲了激怒我的话 我觉得还好嘛 OK的 折损不了我的 你会有这种非常开心的感觉 然后你还没学庄子 你发现男朋友怎么可以变心呢 他既然变心 当初为什么来追我呢 虽然他不追你 他将来怎么变心啊 你不这么想 你又觉得变心又是不应该 你非常难过 可是你学庄子就觉得 还好嘛 不过就男朋友嘛 没听过嘛 下一个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一定的 走吧走吧 你就觉得OK啊 那修庄子 成绩更好一点的 天呐 你什么时候不变心 你居然在洗铁都翻了 让我丢脸吗 你会觉得还不错耶 至少洗铁翻了 专告天下 你们两个还没有送入洞房嘛 对不对 这就是我变心恰到好处 总比你们结婚好 但是我结婚有小孩还变心 这实在太不应该了 你修个庄子 那就不一样 不错耶 这个曾经让我很爱的他 已经留下一个 比他更可爱的人 有他的优点 没他的缺点 好 那个不可爱的走吧 不错 有个孩子可以相伴 很好 那如果你的庄子 叮得更好的话 天呐 走不变心晚不变心 居然人到中年给你变心 那你的想法就更乐观了 哎呀 这个人最帅的一辈子 已经伴我度过了 现在是迟暮之年了 难道迟暮之属于女人吗 男人也有迟暮啊 哎呀 居然他把他的剩余价值 就让别人回收了 哎呀 谢天谢地 阿弥陀佛还好 但是我说今天再老一点 我真的大学时候遇到的同学 他爸爸在六十岁的时候 一辈子循规道具 专心的爱着他妈 六十岁的时候 居然去调停朋友的感情纠纷 调停到最后 本来是调停人家老婆外遇 调停到最后 那老婆外遇对象 换成他 哎呀 哎呀我们同学非常受了 我听了觉得还OK吗 因为我那时候很选装子了 我想你爸都这么老了 你妈年纪那么大 哎呀 你没读过讲节的诗吗 余美人 少年听语歌楼上 红竹昆罗帐 就你们现在吗 少年听语 课中中江阔云梯 断念教西风 那就我现在吗 哎呦 六七十岁 而今听语僧炉下 法以兴兴也 应该老僧入定了 去体会一下 什么叫悲欢离合总无情 任机前点滴到天明 好 赶快在哲学思想 宗教领域好好的 有一些性灵的追求嘛 那些走了 就走了 图个清界 王维说 晚来独好近万事不关心 他不走你怎么好安静呢 你发现了没有 就是庄子以后 你不再害怕遇到那个 骨肉筋骨盘结的地方 你会觉得OK啊 然后你觉得都OK的时候 我以前很会生气线的 不会生气了 我身为一个严治庄子的学者 非常庆幸 我本来是一个 有点会生气的人 有点很会紧张的人 更爱哭的人 可是每一年 那些东西都慢慢告别我而去 后来跟我最熟的学生说 老师我以前看你生气 觉得很糟糕 你就庄子怎么还可以 爱慕日入于胸辞 可后来觉得你太适合 当庄子老师了 我说怎么样 后路没看过你发脾气 看你后来变成今天这样 我还真的不相信庄子 能改变一个人 你真的改变非常大 我学生这些批判 给我很大的鼓励 所以我要说的是 是以19年而刀刃若新发于行 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 心灵的可能 你可以遇到非常多的变局 不管这变局是疾病 还是被叛的爱情友情 或者是让你觉得有点感伤的天伦 或亲情 你都可以挺得住的 只要你愿意每一天不断的长养自己 可是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我生病之后 以为我已经 对人生参透到一定的程度了 我想我不会再漂亮了 我不会再紧张了 我不会再有情绪的搅扰了 可我医生说不是这样 每个人三年没在发病 五年没在发病 慢慢的开始过原来的生活 我发现我又开始变成一个 很想好好备课 而觉得时间不够 没办法打那么多叹集圈的人 就是没有做到 当然 后来很幸运的 会有一些不好的指数 来召唤我 叫我赶快放下手边的工作 好好 以身心 反本全真 为人生最重要的事 就像养生主讲的 即便你以为你已经19年了 美智于足 每次刀刃来到骨头筋肉交错聚结的地方 各位同学 天底下 所有的骑士 不管是林海峰或王明晚都告诉我们 天底下没有两盘一样的棋 你知道苏东坡曾经遇到一个无赖 每次跟他下棋 他下这儿他就下那儿 他下这儿他就下那儿 那怎么办 你们知道先手要扣五木板嘛 对不对 那不输定了吗 后来东坡才发明了第一手就下天原 看你怎么学 因为只有那一次 你懂吧 这正常状况 天底下是没有一盘一样的棋 所以不管你以为自己怎么熟练怎么过关了 每次看到筋肉交错拒绝的地方 你觉得这有可能心里会起波澜 无见其难为 你知道这不容易 处然为戒 你都要特别的戒慎恐惧 小心翼翼 怎么样小心翼翼呢 事为止 不再靠眼睛看 为什么 因为注意力要放在一个地方了嘛 要凝神了嘛 不要再在乎别人讲什么 说什么了嘛 行为实 不要太敢 太敢 人生会出很多错 我记得我 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 我记得我生病的时候 收到我的同事 也是你们的师长 一张卡片 看好感觉 就在你已经被宣派正第三期的时候 一个读中文的女子 一个学姐给我写的卡片是 不要急 慢慢来 一切会如常 我觉得里面有很深厚的哲理 我觉得我生病之前的人生 真的走得太急了 所以他说 行为实力 动作要谨慎放慢点 动刀甚为 只要你轻微的动刀 哎呀声音又来了 呼呼呼 那个牛肉就这样掉了满地 豁然一解 如土为地 好像很容易 好像那个土一块一块掉到地上 哇 这刀工不得了 最后呢 解完牛 提刀而立 他特别描述了这个刀 他拿着刀站立 未知四顾 看什么 再算这个牛肉砍下来 这个金养可以卖多少钱吗 想必不是 他在这个空间里 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 我们是喜欢文学的人 其实一个 一个空间 绝对不只是读高粮柱 什么样的装潢 一个空间里面 最无法取代 最珍贵的 其实是你曾经 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的记忆 你可以想象 刀顶解牛 他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 他看到的是 19年来的他自己 怎么样从一个杀牛的小学徒 变成今天神乎奇迹的刀钉 所以他看到 在这个空间里的时间长廊 于是 为之愁愁满志 他为什么会这么开心 这么从容自得呢 生命中一定有很多 过去很艰难的地方 你觉得你突破了 你觉得非常的开心 过去你不能解决的 也许过去你常会因为这样子 非常紧张 你非常怕吵 你非常容易动怒 你非常容易觉得烦躁 可是你发现 你真的慢慢进步了 不只是你的新生 还有你的职业 你的专业能力 所以觉得非常开心 非常从容自得 最后 善刀而藏之 他又提了这把刀 他不断提这把刀 他人珍惜着擦拭着刀 把他妥善保存 各位 我们世俗之人 会怎么样珍惜我们的东西 太多的钱 赶快选银行 不要被抢 有更珍贵的东西 当然我是没有 我常常想 银行里的保险箱 到底放着什么 如果我小时候在想 我如果把我最珍贵的糖果 放在保险箱 蚂蚁是不是能爬进保险箱 我对保险箱 一直觉得一个 因为我们看很多羊片 都会有保险箱 那里面到底放什么 我们会把股票 会把股董 会把宝石 宝贝放在保险箱里 可是庄子在养生主 不断提到的 要擦拭 要爱鞋这把刀 其实在历代住家 很多人点出了 他指的就是心灵 我们要把它放在保险箱 这么真实的对待的 其实是我们的心灵 我上两周遇到一件 我现在回头感觉非常幸运的事 我上两周身体状况不好 我不知道我来上课 你们有发现 我那时候想 我还能不能上完这般的课呢 那时候不舒服的时候 真的会这么想 可是啊 你身体不舒服到极致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很棒的体会 那个体会就是 你只要有一点点不开心 一点点紧张 你的身体就会从 觉得精益带干到会出血 所以你会觉得 我真的不能再有一点点的情绪的交绕 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珍贵的经验 然后我在半夜 有一天半夜 我觉得不太舒服醒来 我忽然有种害怕 那个害怕不是面对死亡 我忽然我这一辈子 我觉得我最伤心的痛哭的 或最愤怒的那些片段 不知道为什么像个影片 放映在自己的眼前 他说好害怕 我以前为什么敢这样生气 我以前为什么敢这样伤心 我为什么敢这样哭啊 我现在要这样 可能忙就七孔出血就死了 那个经验还好只有几天 后来我好好的 那天比较乖 打了两小时又太极拳 后来又过一天 忽然都好了 我告别那个危险的状态了 所以我的助理就问我 老师我们今天要不要去那儿 要做什么 我说不用了 我先想不知道能活着 还写什么计划 计划明年七月来 能不能活着的时候 可以过这关了 我觉得这关对我最珍贵的经验是 我真的体会到 我上次跟你们讲 我跟你的外系业师长 在病了一场以后 在宇宙重逢 他对我讲的话 他说病民意诸 我们的人生可以重来 我真的再也不敢 有负面情绪 他真的好伤啊 各位同学 如果你有这样的体会 这体会是珍贵的 你们懂吗 你就不会觉得 怎样我今天很火大 我就给他气得饱 怎么样 这不气太没天理了 你再也不这样想 你才会知道 为什么养生之主 要养那个心 那绝对比医生这样 你不要吃什么 你去偷吃还要惨 真的 我用我的身体 证明了这件事 好 故事结束了 文汇君说 文汇君 你不要看君王 不要有君王都傻傻的 他听了以后说 善灾 真是太好了 文桃丁之言 我今天听了你 桃丁之奇话 得养生焉 我学会了 养护身心的至善方法 各位同学 你们今天听我讲 可能没有太困惑 可是在我是学生的时代 我的老师没有告诉我们 那把刀就是心灵 我实在不懂 为什么一个君王 听到一个人这么会杀牛 杀完就知道 得到养生之法 我怎么想 我想不通 后来当然这可能是我19年后所得吧 我可能是比较笨的人 比较笨的人 到了很久来了解 哦 确实 如果你的心灵能像珍惜这把刀 那你就是懂得养生了 你都原都以为精了嘛 又这样对待你的心灵了 各位同学 你们知道吗 这时候你们离孤月神人 就不太远了哦 如果你真的做得到的话 好 这章结束 读过本章 我想请同学思考的是 未来 你在选择科系或职业的时候 你觉得需要审慎评估的要件有哪些啊 是薪资福利 是兴趣嗜好 还是工作意义呢 还是 你会考量到 新生利率 诶 我在台大当教授之前 我从来不知道 商学院的未来这么辛苦 一直加班又很少加班费 那很多学生会告诉我 我从来不知道 大家以为很好找工作 待遇很高的工学院 要占那么久 那么不人道 这些我过去家长觉得很棒的科系 我后来觉得工作时间都太长了 科学院区能够朝九晚五的是零 正常是朝九晚十一 最人道听说是朝九晚十 你们去了解一下 看跟我了解的不一样 后来觉得人生最幸福的 我可以说真话吗 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 就读中文系跟念农学院 是念农学院 我念搞个有机农场 对不对 每天吃自己种的 然后剩下别人还花钱来给你买 然后过这种半耕半毒的生活 那中文系呢 那又是把古往进来的文化精粹 让你在短暂的一生每天遨游享受 饮涌 这也是非常幸福的行业 其他那种折损年寿的 就留给更有能力的人吧 360行 你做什么快乐 那就是最好的工作哦 各位同学 家长的观念都不可靠 抗决学音乐就没前途 我有个学生他多早没遇到我 你知道吗 他学我大一果文 本来念工学院一个当红的科系 莫名其妙教了一个大一果文作业 我改了他的诗 我就跟他说 某某某 你非常适合从事设计的工作 一般人像你写一首情诗吧 他画了一个插图 他画的是他跟他女朋友 在台大一棵树下吃便当 为什么我说他适合从事设计呢 因为一般人吃便当当然从正面画嘛 对不对 或者从侧面画嘛对不对 或者从45度角画嘛 如果他女朋友45度角最美的话 可是你知道他从哪画 他从树上往下画跟你们说过是吗 后来这个学生呢 他就变成了一等一的设计高手 现在留在美国 一个月 我问他月入多少少上跟你们讲了 月入24万 所以说家长觉得儿啊不要搞艺术 那是穷人的行业 成见懂吧 没有照之于天 那你说老师 人家说当红的你都说不好 人家说很穷的你说好 你是要害我们将来很多的拖是吧 不是 那你要怎么判断呢 你最喜欢的就对了 你们班有一个好可爱的同学 老生会送我两个面包 这面包是我在台湾吃过五宝春面包以外 最好吃的面包 我吃惊奇了 后来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能做这么好吃的面包 他说老师啊我到台湾来留学 他是马来西亚人 这面包太好吃了 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会怎么做 不然我回国后就不能吃了 他就去打工 多实际的人啊 他可以一辈子享有这样的面包 就找一个你最爱吃的最爱做的去做吧 只要你做它的时候非常开心 那就是最好的工作 因为你永远觉得自己在玩 我小时候玩搬家加酒的时候 我最喜欢扮演的角色就当老师 我说号召我们家邻居一些小朋友 到我家 我给他们编课本 当然是搬家加酒 当然是免费的嘛 我后来就做了 当了老师 从事这样的工作 居然还有人发薪水给我 这不可思议啊 就是要找到这样一件工作 然后这工作当然不要遮损你的心灵 不要说 比方说老板要你说谎了 让你很不快 这种不要 或者要 这个行业让你有薪水 但是害别人慢性自杀 这种工作也不要 反正就是在不妨外薪水 能够带给别人福祉 自己做了就会非常开心 那就对了 好 第二个问题 在各位过往的经验 我想请你们思考 你们的心情跟体况 是否对一件事的进行或成败 发生什么影响 我来询问一下 各位同学 你觉得你心情不好 曾经影响你的考试 或影响你做一件事 或影响一件你在业 是你表现的很差 你被心情影响过的举手 哇 这么多人 再问一下 各位同学 你觉得你做一件你在意的事 你被你的身体状况影响过的举手 哇 也非常多的人 各位同学 可见我们那么执迷的 一般世人执迷的 比其余是素素人 其实这些事情都被我们的心情 被我们的身体影响 我在这边一再询问 一再强调的是庄子的价值 千万不要以为 投资在身心的提升跟修炼 是一个不值钱的功夫 它非常重要 而且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哦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